如果没有奥特曼 你们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但同样没有这个人的话 也不会诞生半个世纪经久不衰的奥特曼系列 本期咱们一起聊聊 奥特曼背后的男人 远古英二 如今人们谈论起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导演 谁有八九后选择 黑泽民 北野武 宫崎骏 但在国际影视界 能够避免日本电影天皇 黑泽民的导演只有一个 那就是远古英二 远古英二的传奇人生 相比奥特曼有过之无不及 他最初是个环旋飞行梦想的少年 完成学业以后 还特地劝了家里的钱 从老家西国山赶去东京上飞行学院 然而他的梦想院校 实际只是一间破屋子 学校里唯一一架飞机 在东京上空飞了三圈就追回了 校长死于至少事故 整座学校连同英二的梦一同破碎 梦想破灭后 不得不去考虑一些现实问题 远古英二凭借其初次的动手能力 投射了玩具事业 他设计的玩具经常卖到缺货 在一些饭局上 得到了为贵人的青睐 这个人名叫知证一郎 就属于天然色 活动写真注射会社 两人对于串心的理念一拍即合 于是远古英二在知证一郎的选手下 首次担任摄影的工作 从此开启电影事业 那年他刚满18岁 1933年 美国电影金刚上映 远古英二为其中 前卫的特效手法着迷 于是一边拍片一边搞发明 开启了革新摄影技术的历程 随着爱上的爆发 远古英二的特首本领开始受到重视 1937年 东宝电影公司成立 远古作为初始元老加入其中 为了符合日本在战争期间 所谓的国色电影制作 其目的就是鼓舞日军的时期 远古英二进行钻研的特色技术 被迫大规模运用到 宣扬战争的国色电影中 加上之前在航空学校就读的经历 其拍摄的飞机空战场面异常精彩 尤其是电影《夏威夷·马来海海战》 本片作为日军 偷袭珍珠港的一周年纪念作品 珍珠港模型 被远古作得非常逼真 以至于老美都说 这就是真的 战后《夏威夷·马来海战》 作为战犯组织 二战结束之后 远古英二因拍摄国色电影 经历了一段低谷 单在了特殊摄影手法 成为了影视圈的小萌萌 在50年代 远古英二重返东宝电影 开始与本多猪四郎合作 拍摄了《太平洋之旧》等多部电影 在此期间 特色片的拍摄模式逐渐形成 在体制上 分为两个制作班底 一个是拍摄本篇过程的本篇版 另一个是拍摄特色部分的特色版 我们常说的导演 被分别叫做本篇监督和特色监督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直到1954年出了个大新闻 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 受美国海底星代试报实验 船上23名船员 全部死于原子兵 这个新闻传入东宝尔中 制片人田中有幸 参考了美国电影《原子怪兽》 效仿巨型生物的艳影模式 委托远古英二 想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怪兽 于是一个名为 从海底两万英里来的怪兽的企划诞生了 但是这个名字到底太长了 海报根本印不下 于是这个企划正是个名为哥斯拉 原古英二在哥斯拉里开上了皮套玩法 能显示出怪兽皮肤质感的同时 又比定格动画多了真人一样的激动性 缺点就是太贵了 好在东宝爸爸才大气酥 直接打破了日本电影时 最昂贵的制作记录 在这之前 没人知道空想特色怪兽是个什么鬼 电影在1954年上映后直接炸了 震撼的效果让观众一度怀疑 原古英二是不是指马东京给毁了 而哥斯拉毁坏过的地方 也成了网红旅游打卡点 该片创作出了140亿日元的票房成绩 直到2001年的千语千询才打破这张记录 哥斯拉让原古英二这个名字家喻户晓 然而对他来说 只是开始 其特色手法在接下来的各种能保大关书系列里 不断推成出新 如今的荧幕合成技术 绿幕技术 云台技术 他都是第一个玩的 时间来到60年代 电视行业新奇 由此诞生了如今奥特曼系列的雏形 AutoQ 哥斯拉等东宝大怪兽系列的成功 为原古英二带来了足够自立门户的家当 于是在1963年 他离开了东宝电影公司 不过双方的关系并未从此斩断 而是少为合作关系 在东宝与护士电视的资助下 原古特技之所注视会设成立 并拍摄了首部空想怪兽特色电视作品 AutoQ AutoQ成功延续了50年代 是60年代间的怪兽人潮 然而长时间给人们带来 狂类型的感官刺激 不免会让人产生厌倦的感觉 一直在追求创新里的原古英二 很快就想想了心中 当强大的怪兽出现在人类面前 任何底下看起来都微不足道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匹敌怪兽的英雄出现 于是向这个英雄一幕化的工作提倡日生 并确定企划奥特曼 奥特曼的背景 有着原古英二强力的个人心怀 他来自原古英二 成绩无比向往的天空 甚至是比天空更遥远的地方 那么这个与人人的形象该怎么设计呢 哥斯拉的美术设计 陈年亨给出的设想 奥特曼是个长了翅膀的鸟人 然而插着翅膀在深空的宇宙里飞 不是等于脱骨的放屁多死一举妈 但去掉翅膀后的形象 又更像是怪兽阵营 一点都没有英雄的膝盖 所以原古英二与陈年亨 最终以人的特征 来设计奥特曼的身体结构 决定了设计稿后 原古英二推选出曾在奥特曼Q中 饰演凯末尔新人的古古敏 最后奥特曼的皮套演员 而成年亨完全按照 这个1米83的大高个 来设计奥特曼的身心 用旧鞋水服改造的皮套 不仅难穿 说事情还差 并且非常容易损坏 所以必须缩短打斗时间 减少损耗带来的开支 于是奥特曼具有了人间体 且设计活动时间为三分钟 计时器的闪烁和音效 则是为了照顾黑白剑式的观众 所以说人间体和计时器 完全是无奈之举 却意外因此 成为了奥特曼的经典元素 奥特曼的爆火 让远古英二 登下了人生巅峰 但却在最巅峰的时候 落下了帷幕 在奥特赛文山云化的第三年 一心脚动去世 小年68岁 远古英二的事实 象征着日本影视界 一个时代的结束 好了 以上学的本期内容 喜欢的话 还请大家点赞支持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